青春期女孩从9到12岁到17到18岁,男孩从10到13岁到18到20岁,个体差异较大,又日时可达2到4岁,青春期也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大黄金长高期,会出现孩子生长发育以来,第二次长个高峰,对于青春期的孩子,我们会想到什么词来描述呢? 青色,叛逆,厌学,不听话,暴躁,脾气差,不爱说话,情斗初看,谈恋爱,开始打扮,化妆,注重穿衣等等有很多词可以描述,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青春期孩子生长发育特点,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会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,青春期是任何一个青少年都需要尽力的身体重大转变。 绝大多数的孩子会正常的度过这个时期,这个时期除了知识的增加,身体长大,性侦发育,社会关系的逐渐复杂起来,自我努力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烈。 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改变,与心理上未成熟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,才会是孩子出现暴脏,脾气差,厌学等现象。 青春期孩子生殖系统迅速发育,同时体格发育也快速增高,由此出现身高增长的第二个关键时期,生殖系统重建成熟,女孩越近来潮,男孩有经次排出,第二性侦越来越明显。 但此期孩子们常有心理、行为或精神方面不稳定的表现,需要注意的是孩子们的生长发育比较复杂,个体差异比较大,每个孩子的分析要结合其自身情况。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孩子进入青春期后,很多家长只会觉得孩子不听话了,不关了,以致父母和孩子关系紧张,有些孩子来越近了,由于害羞, 不跟父母说,父母也缺乏青春期生殖发育知识,而不跟孩子沟通,还有个孩子身高出现问题了,很多家长也是糊里糊涂,到青春期快结束了才发现,导致许多性导熟孩子被耽误,性发育延迟不完就诊,最后导致孩子身高停止,再也涨不高,对整个家庭和孩子都留下很大的损失。 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性导熟孩子比例也在不断增加,性导熟对孩子身心发育有很大的鼓励影响, 况而虽然性发育开始成熟,但切实际年龄,心理成熟程度却与此不相一致,很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障碍。 同时由于发育成熟或早,使骨骼生长时期缩短,骨骼会拨挡并合,而影响其最终身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